早晨,7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睇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兼首席投资策略师王耀宗Andy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Andy,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会烧一烧化昨晚联储局的意识声明 但我相信这就不是提大反应 大家会尝试解读一下 究竟昨天内地出了一些反制措施 对于人民币的走势、间接衍生、港股的走势 可能是大家短期会在看的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内,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 美股星期三期后服侍 三大指数都要低开 本中联储局公布6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 显示出席官员几乎全部都预期 今年还会多次加息 道指最多跌162点 收市跌129点 报34,288点 跌幅0.4% 标志跌8点,报4,446点 纳指跌25点,报13,791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落0.6% 欧洲股市持续向下 英法得三大指数都要下跌 我们看看焦点美股 Meta将会推出新的程式 就是Threads去挑战Twitter 股价上升3% Google和Tesla都上升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要向下 腾讯、网易和美团都比本港收市低1% 阿里比本港收市略低 折合82.42 汇控收市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61.9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最新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都要下跌 最新跌283点 报33,055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13点 报25,65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46点 7,407点 看看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是向上升22点 12,024点 和大家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 最新比起今早前跌幅阔大 跌90点 恒指现在最新的黑期 就去到18,900点以下 最新是18,877点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外围方面就和Andy谈谈谈 昨晚大家的焦点 都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 联储局公布6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 有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说6月份议息的时候 其实没有加息 但其实有官员想加 外媒报道 官员之间其实是很分歧的 彭博形容 其实他们之间的议论是非常薄弱的 展望未来 几乎全部认为今年后期要继续增加紧缩措施 即加息的机率或者次数就可能会继续增加 另外有不少的小数就说 通胀回落的速度 其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的 需要有更多的行动 最后就看经济前景 记录说到官员仍然判断 即今年是第四季 同时明年的第一季是会衰退的 但也有机会经济持续增长 即是避免衰退 而这个在这么大份议息会议记录里面 其实Nick Timmeras 是特意在Twitter上放了这一句 可能他们也比较认同 经济衰退的机会 其实大家继续观察 未必有大家预期的机率这么大 好 看了这么大份的记录之后 其实看到利率期货显示 有89%的人预期7月会加息 其实一个月之前 只有52%的人预期会7月加息 9月现在普遍仍然觉得不加 不过去到11月 现在主流预期其实会再加息 机率就有47% 比会议纪录公布之前 其实就多了15% 6月那次会议 现在公布了出来的讯息 就看到看法真的很分歧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人 好像叫做 认同鲍威尔所说 下半年会加息多过一次 你又如何评估 如果未来的加息步伐 美股上日是向下的 未来如果加息的阴霾 继续继续挥之不去的话 会怎样左右美股下半年的走势 其实这一个就很大的范围 就是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首先答过最短的 我相信大家想着7月加息 这一样东西 现在这一刻大家市场 有什么懸念 最主要我相信是大家 其实反而是看到 例如外围 就是叫做上一次 例如BOE突然间追加 还有澳洲那边也加 这些其实就令到大家觉得 可能联储局安全起见 加多一次会安全一点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们自己就看不同的数据上面看 反而会看到明白地 会说可能通胀数据 不是回落得很快 是不是很快 这个字就应而而而而 但是其实最少 纵使如果我们拔走了 这段时间开始回落得多 就是楼房那些 那些相关的住用的数据上面 其实通胀的数据都是在回落的 是的 那快不快就正如刚才所说 就看你自己怎样看 但是最少我们会看到 其实美国是相对隔离那些地方 控制那个通胀 其实反而是控制得挺好的 是的 如果我们纯粹看那个息差 应该说是现在联储局做到那个 目标率和对比通胀 或者核心通胀上面 其实真的可能加多一次 根本其实它的现时的目标利率 已经高过那些通胀数据 或者核心通胀数据 理论上其实不是太大要 再急速加息的一个压力 不会大大降低应该反过来这么说 是的 而后者 这个再望远一点点 为什么市场可能会 加完7月中间又会停一次 之后再加呢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在太多经济数据上面的 总之如果是经济数据呢 反而大家可能在想会不会有个基数效应 还有可能那个核心通胀 如果油价和食物有些反弹的时候 会不会坐一坐上去呢 这个可能市场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觉得那个反而是 纯粹是摆多一点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在买联储局这件事的 就是说其实不应该再继续追加 尤其是北美加得很足够的了 变成其实他们是要时间去看看 究竟加息之后对于真的经济的影响 那些数据慢慢出来才可以再做进一次的行动 因为如果在经济数据上面的 昨天的minutes都看到了 就是说究竟就算他们自己内部 都有一班人觉得是会有衰退 另外一班人是觉得没有衰退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 就是早一两次我都在这里改了个字 就是不要去争论 究竟是不是会有衰退的这个字 不如就这样直接说叫做经济下滑 经济下滑这个情景 我相信大家就不会怎样去咬的 就是如果就这样捉住 究竟是不是衰退 有时候可能会这样 甚至要出一些字眼是 Mile Reception 或者Rolling Reception 大家其实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负零点几 然后突然反弹出来一些GDP 那我们不会去咬这些东西了 但是因为经济下滑的情景其实挺明显的 因为其实看到如果看回一些传统经济的指数 即是一些ISM、制造业那些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理想的 那些数值上面 因为现在唯一有时候最大的争论的Rolling Reception 除了你说的GDP之外 那就是失业率暂时都还是很健康 所以其实经济下滑就应该怎样都对了 还有补充多一点 上个星期的GDP的数据突然公布出来是上周 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于靠支出顶住的 但是因为那个叫做滞后的数据来的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比较近一点的 关于消费信心又何 或者消费支出的数据上面 其实都是有几明显的 反而经济是会有急促的上升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其实总观来说 现在昨晚的股市都不是对Minus有很大反应的了 就是一出现其实无论不同的资产价格 其实都是平水附近 但是如果现在这一刻你刚才问到的问题 也是市场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 一些国际专业的一些panel 其实他们自己都会拿一个议题出来谈论的 就是说究竟现在是market noise 就是股市好像升得不好是那个 noise 还是其实经济数据是错的呢 这个我相信会是下半年 大家最少可能头几个月 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市场上面的坦剔的位置 所以回答的是如果你说下半年 我们自己觉得美股会不会再不断 好像这一段浪那样靠出展会 不断推升S&P呢 我们觉得就未必 但是你说是否会很大跌 我自己有保留的 其实例如S&P500 大家都是看着大概4320点 上次都收到的 还有4200点 其实这8多点 其实上早两个星期左右跟大家说 其实因为上半年 其实有太多机构投资者 甚至Family Office 其实大家是用 即是大家的仓位很不够 变成其实如果大家是看一个中线做吸纳的位置 大家就看一个百多点去希望去吸纳的 这个是技术上大家会看到的 但是如果你说Fundamental 就是加一些基本面下去说的就是 虽然说初时是七指每 撑过指数上来 但是其实你说后面是否完全没有基本面去支持呢 其实又不似的 是的 当然这次业绩其实会重要 但是在一个基本面上 其实会看到的就是 我们会觉得那个科技股 可能会整顾一段时间 但是后面的其他板块 和经济没有敏感到那么高的板块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在价格上一个经济下滑 甚至你们说衰退的情景都可以 但是另外有一些板块 其实他们又自己在价格上另外一些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mild resection 其实他们已经可以做到一个估值反弹 因为可能无利见底 是的 当销量持平 那你另外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就是已经开始够一些资格去做一个补值的修正 是的 所以其实虽然美股是一个很笼统的字 但是如果我们拆开那些板块的盈利增长 或者叫做分析员的那个 对他们的那个pricing 那个upgrade 或者downgrade 或者upgrade 那样东西 就会很见到 其实美股在总市过去 不要说那么远 过一季 其实大家都不断在这里 除了pricing AI的情景 但是同时间也pricing 美国的经济下滑的情景 因为不用说到这么仔细 就算你只是看着蠟子 蠟子你当作是AI的概念 你看着道指或者罗素2000 这些小型股 其实就是不断在反映着 究竟美国的经济下滑的情景 所以最总括来说 就是主要指数 我们觉得会开始走过 比较大的横行 或者很慢的上升的格局 然后就是 其实你反而是要靠在不同的板块 尤其是第三季 不同的板块里面 自己再去找一些东西去选择 因为其实不同的板块里面 都有一些东西在升 例如我估计 可能比较闷的一些工业股 其实又在升 但又不是整个板块升 在个别有些公司 它自己的质比漂亮 是升到的 甚至在一些房屋 那些重建的公司 我们经常有提到的GWW 其实都近顶位 不断创新高 持续在顶位 另外这些比较多人说 其实除了GWW 都是我们指数里面有的股份 甚至有些消费股 你看到Nike不行 但可能大家都会听到 最近比较多 香港这边都有人提到的 例如DEC DEC 这个也是在创近期的高位 但这些都是我们指数上 其实过去早一个月 早一季 其实已经选了出来的股份 尤其是GWW 其实过去这两年多 都接近长时间 大部分都在我们指数里面 都出现的一只股份 所以我只可以这么说 不要期望指数 会再有大升格局 但是也不用担心到 市场完全没有价格 有的 不断地在消化 是的 很简单的 构图Andy说的两件事 第一 他继续看好美股 不过升势 可能没有第一季 或者上半年那么强劲 第二 就是选股 未必定在AI方面 可能有其他的板块 更加值得留意 大家可以记低 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大市 可能未必升势很急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板块 都能够给大家捕捉到一些机会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又看看Andy 如何看港股下半年的走势 看看上日的股价图 昨天回讨超过300点 恒指昨天低开60点之后 我们公布六月份的服务业BMI 比市场预期的疲弱 恒指跌幅扩大 最多跌320点 收市跌305点 收报19,110点 跌幅1.5% 国指跌1.8% 收市报6,489点 科指一度失手4,000点 收市跌幅收窄跌1.4点 收报4,016点 全日成交868亿 一起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昨天录得正流入的 金额大增至92亿4,000万 刑赋基金录得最多北水正流入 金额有43.6亿 恒生国志ETF有34.2亿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5亿达千万 看看正流出 建行和腾讯持续有北水正流出 建行有1亿8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而腾讯和里宁分别有9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好,我们就和Andy谈谈谈 大市恒指年升两天后有回吐 跌超过300点 一度去到19,100点以下 今早的黑旗就直接是19,100点都穿埋 去到18,900点以下 稍后对原本会和大家看实 昨天低位见过19,095点 主要都是受到财新服务2PMI公布值 就是差过市场预期的影响 市场原本预期有56.2 公布出来的值都是高过50个盛衰分界线 不过就是去到53.9 即都叫做差过市场预期都一缺 加上近日人民币就转弱回到7.26附近 大家过去一段时间都经历了外围升 港股跌 外围跌,港股也是跌的情况 昨晚美股也跌了 今天早段黑旗也是向下 刚才也说到最新的情况 还有昨天见到大市的沽空比率 急升了12.3个百分点 去到接近27% 其实这个沽空比率 就去到98年以来 有纪录以来的最高 目前暂时来看 好像利淡因素都比较多 但也继续憧憬7月尾的政治局会议 有救私措施 Andy 你又如何评估 未来的下半年的行指走势 首先暂时我们看法 不是那么悲观 我们是比较忠诚 但无可厚非 在这一刻 只可以说 有很多可以突然出现一个 之前说过头肩底 右肩肩底的情况 条件有些事情符合 但是你说要现在立刻去想定 或者去估计一些趋势出来 是很难的 是的 但是最少 首先先说就是说 恒指总之 如果不跌破万八 我们暂时右肩这个看法 就不改变住的 是的 右肩的意思就是 大家其实应该是 找 就是叫做整顾最尾声的阶段 是的 所以其实就不应该在这儿 特别去再做沽 或者看淡 也都宁愿跌破 有其他基础的 再去支持 就是再去支持 调推市场下去 才再考虑做胆 这段时间反而 其实可能 要观望多些 的感觉 会多些的 是的 但在技术面 大概是这么说的 但是在基本面上 其实我们会明白 或者之前都不断和大家说的 就是其实市场 尤其是你当外围的资金 怎样看着我们呢 无论在整个环球面 就很明显 看着资金流 是看到 其实就不是那么利好中港股的 这个不再重复了 正先我们说 只是在新兴市场里面 大家都对比过 例如EEM 和EMXC 即是新兴市场的指数ETF 和新兴市场 中国除外的ETF里面 其实都见到 即使正在新兴市场里面 其实资金流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宁愿选择中国除外的 很明显 其实这个fund flow 就已经反映了 外资对我们这边 挺悲观的 但是正因为 其实都悲观了 不是一个短时间 变了其实都开始 underweight 即是说 如果我们稍微有少少利好的因素下 其实资金可能要 由underweight 变回neutral 其实都已经可以 有很多资金 进入回来的 是的 但这个又是 只能说 有这个利好条件 但是没有催化剂的 但其实如果我们向前看 我们相信最重要的催化剂 就好像之前所说 要解决到 令大家有个信心 即现在有些信心危机 那信心危机 我相信 大家会很大的感受 就是市场 都不是理会 太多 关于究竟 bottom up 即是哪些股份 理论上 它自己的条件 是做得好的 都是用top down 去看整件事更多 即是说 如果不行 就整个板块扔就算了 就不会理你究竟 你是美团 还是京东 哪一家条件交得好些 都不管了 所以其实暂时 用这个top down 的感觉底下 其实就看得出 现在市场上是悲观的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无论究竟 究竟憧憬 究竟有没有政策出台 也好 也好 其实你有经济活动 你有很多东西 清晰 政策上清晰 令到知道 原来除了经济活动好 还有最重要 原来人民消费的信心回来 之后这个循环 其实就会慢慢倒转 经济数据好 那外资就开始信 外资问一下 究竟当地人 或者看到当地人的消费力度 是不是回升 或者愿不愿意消费 其实好几样底下 其实外资都会看这些消息 其实这样就容易会令到这件事推翻升上去 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下半年去看的 那我当所有东西是正常发展 即是没有任何的政策失误 政策失误可以包括很多东西 究竟 究竟那些人买不买你的反制措施 还是怎样 都可以是政策 政策究竟是不是失误的一个看法 但是如果我当政策 没有任何失误的情况下 经济数据理论上 只不过你是觉得它 不是太好 好像很淡 但是理论上 就不应该再太跌的 是的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自己当 你当就是 18000至21000这个 range 先看着 我不敢说 这么快看整个下半年 因为政策这一样东西 其实我们就未必看太多 7月那些政策 反而是看究竟 如果真的要去估计一下 究竟有没有一些 关于房地产的政策 可以出来 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 你要解决消费信心的问题 首先要 除了刚才说的经济活动 其实首先 另外一件事 是要消除了大家 心里面有种疑问 究竟是不是有个 通缩的前景 或者通缩的预期 要消除了这一件事 你才会见到消费信心 消费动力 有机会回来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说股对原本 我们看看开市前的情况 稍后会和Andy 谈谈那些内银股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今早就是低开269点开市 跟随外围就向下 跌幅1.4% 开市的时候就跌穿1万9点 去到18840点 这个水平 除了失守1万9点之外 亦跌穿10天线 最新是18840点开市 国企指数 跌幅比大市 跌1.8% 跌121点开市 最新是6368点 科技股指数 大家看到了 开市的时候 失守4000点水平 今早开市的时候 就是低开39点 跌幅是小过大市 跌不够百分之1 开市的时候就跌3977点 暂时仍然这个数 跌穿4000点 但能够守在10天线上 暂时也是 即可预期指 最新跌152点 18868点 高水大概是20点左右 我们看看一些热门股份 开市前的情况 科技股普遍都要向下 阿里、京东和美团 都要低开超过百分之1 消息相关方面的股份 今早小鹏汽车也有消息 升百分之3 长城和东方海外就向下 我们稍后 开完市后 会和大家报告一下 中港股市开市情况 以及人民币会格 先叫Andy出来 谈谈内银相关股份 今早暂时看到 工行、建行都要下跌 我们讲讲高盛 昨天的报告 他建议大家 很明确的 沽工行和农行 但也不是看淡整个板块 建议大家 卖入油柱行 原因是 有关地方债问题 和泰息政策 接下来 他将工行的目标价 由4.98 下调到3.5.5 农行的目标价 由2.62 降到2.45 昨天农行跌跌近3% 油柱行被建议买入 但也要跌2% 报告说几个 主要关注到地方债问题 和派息前景 先讲地方债问题 他说地方债行 其实会为银行 带来利润率的风险 以及会令到银行信贷组合的损失 会加大 上面说的情况 就是因为地方债问题 令到资产质素下跌 会削弱盈利增长 为资本累积带来压力 从而令到股息分泰水平受压 所以将今年和明年 大型内银撥币前的利润预测 下调了5%至6% 反映利润风险 他们又说到 现在的情况 就像2013至2015年的周期 银行在一个下行周期开始的时候 就会努力维持股息 但是当股息、资本和撥币 这三方面 没有办法取得良好平衡的时候 优先考虑的就是会放弃派息目标 所以他预期今年至2025年 内银会面临类似的挑战 以及重复派息模式 简单而言 他们预期未来就会减派息 相亦有消息说到 外媒引述消息说到 内银要贷款给地方政府 年期长达25年 以及头几年是缅环息缅环本 内媒后来引述消息否认了 好 之前一段时间 再说一点就是中特股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内银股 有一个重新估值的空间 那时候大家都看好 不过最近的炒作 就好像冷却了一点 现在高盛又出份这样的报告 Andy 其实你又如何判断内银的前景? 即是说中国经济可能未来的增长 大家预期那么快 内银要去帮助救市 都是一个大家预期之内的事 未来但是它又可能有一个持续高息的 你又如何判断内银股的投资前景? 其实就叫做维持过去这段时间的看法 无论究竟有没有中特股 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都说 其实内银不是我们觉得这段时间的杯茶 我们就不去讨论大行为何用那几年去比较 因为纯粹一个用经济角度去看 当你的估计是经济不是太强劲 还要在你的债务上面 之前都是说你的银股上面 都一定是未来几年其中一个大家要看着的位置 而看着其实就是经济动力和借贷 其实我总括地说就是距离 不要说距离 大家如果在想着 估计就是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 其实你本应内银的直播率已经是不高的了 你不断只是炒 不要说只是会不会选快吃 你下下只是炒个股值反弹 其实你没有经济动力 其实你买银肯就很闷 你这样吃的时候 你未必会有太大的资源在这里 那变成原本就已经是有这些人优在这里 那我也不需要重复太多 关于经济上的前景 那其实大家如果说债务上面 其实大家都是说来说去 最重要的就是究竟你能不能管 那暂时我们又看不到要悲观到什么 接着要资金很多 资金免有断裂的 是的 唯一如果大家的关心就是 如果要放很多坏账的数据在这里 或者撥秘 是的 这个如果你这么快去想到 究竟是否要去减派息的 那我觉得要想得太多步了 不如只是看着究竟你经济好不好 你经济好 你到时大家又对内银有另一种看法 就是到时就把业织没有了 那些钱又还到了 那当然是没问题了 是的 但是我调个弯去说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 如果你是想要中突股 如果是想要有金融相关的东西 我们宁愿是去博内险的 但是我们自己后来都减了一次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那个小一不就 就是那一刻这些很tactical的 都真的减了 但是起码那个思路 我们如果你不是只想收息的 那你是想着拿着 那个capital gain 所以我不如到时 即到时经济真是见底好的时候 我宁愿选内险 因为内险你其实 你本应它都会吃到那个 经济的循环 第二就是当你如果经济好 好的时候 刚刚节目一开始都解释了 究竟如果现在 外资怎样去看我们这一边 即是说如果稍微有一两个factor 一调反转 那调反转的钱 就会开始入股市债市的时候 那你内险就吃那个catalyst 就吃得更多 就是吃那个趋势 所以我们用投资一点的角度去看 就是金融版法寧愿看内险 既然如果是要看碳的 就两个一起不要搞住了 所以还有第三点就是 这个应该早两个星期附近 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都开始讲 其实我们觉得 当補充了刚才那一部分 其实我们如果看中港股 我们看第三季开始 宁愿看科子 就是我们会觉得 科子应该很大机会 跑赢恒子 甚至比较大机会 跑赢国子 好啊 好 现在恒子就开了市 那我们看看最新的情况 刚才就低开270点左右 早段跌幅就收窄 跌253点 18,865点 继续在19,000点以下 科技股指数就是跌26点 跌幅都是被开市的时候收窄的 最新步3989点 積货月期指就跌117点 18,903点 轻微高水30点左右 好 这个就是本港股市的最新情况 和大家跟进两个数据 第一 人民币汇价 今早持续在偏弱的水平 7.262左右 今早就上上下下 今早就 那也是近期来说 就是去到一个比较弱的水平 内地股市方面 今早暂时仍然都是向下的 上证综合指数跌7点 报3215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21点 报1108点 报3300指数跌8点 报3860点 人民币偏弱 中港股市暂时仍然都是向下的 跟Andy聊聊的中美关系 美国财长耶伦 其实今天就起情况 直到今个月9日 大家都视为是中美利好的讯号 但是事情不可以只看一边 因为同时 内地商务部和海关总署 宣布了 对两种稀有金属 分别是加和借 实施一个出口管制 未经许可 不可以出口 这个限制 会在8月1日开始生效 这两种金属 是用来做半导体相关行业 在这个背景之下 商务部的原副部长 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访问时 说到 今次这个措施 就不是单一事件 他形容到只是一个反制的开始 昨天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稀土股其实是做好的 例如769中国稀土升了18% 金力永迟都升了8% 因为它影响不单是稀有金属的板块 很多中美关系相关的股份 都在市场上 最近都比较波动 Andy 你又如何解读中美关系的发展 以及在持续波动的背景之下 你建不建议大家对相关的股份 用一个炒範团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这个可以想好几个层面 因为其实首先 如果说今次这个反制的 开端的这一部分 事实上 虽然说是稀有金属 但其实就不是那种稀有 不是很小 只不过是大家很多地方 都不愿意去破坏太多的环境 去做这一件事 所以呢 这次事实上比起稀土 或者短时间里面要找到replacement 其实是更加难的 因为这次 如果我们去看 就算连最近的澳洲 其实都没有太多replacement的投资概念 因为就算连最近那一只 其实都只不过是叫做开端 就是这个矿产 里面相关的这个产业面 是比较前期的东西 所以你说如果纯粹靠这些东西去炒作 我觉得直接在环球里面难找到的 但是反过来 这个反制 我觉得就不只是看中美的 因为其实看回 如果那些人很快地看到的数量上面 好像其实欧洲这次自己都 随时比美国更伤 所以其实看来这一刻是想 真的有个姿态走出来 是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位置 其实是两体的 正如刚才说 究竟这些属不属于政策失言呢 还是怎样呢 还是 因为其实现在就很明显 这个de-globalization 自从18、19年 其实现在更加明显的了 是的 某程度上 现在正在做的所有东西 反过来 除了一个姿态 大家有点拼着一个buy time的概念 就是买时间的 因为其实如果反过来 去看的就是 以前讲过很多不同的 一些大家的制裁 大家都不断去 只不过是尝试看看 有没有其他弯转 去找其他供应链 就衍生到现在 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去讲的 de-globalization 周围撤厂了 即其他公司周围撤厂了 变了其实这个buy time的概念 就是当然你要做一些事情去做反 就是不理解的 但是究竟 其实大家都好像在玩pocker 究竟你猜不猜到人家的底牌 究竟有没有想象中 可以拖延这么长的时间呢? 但是无可厚非 在这个角度 在投资市场上 我觉得不是好消息 因为既然现在 大家看fund flow 就是很factual 不需要去做什么 很factual 去看就是看到fund flow 你变了外资 你不断在这段时间 这么大的不明朗因素 过去这段时间 这么多不明朗因素 捉完你的反弹 那些钱就走了 那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会对金融体系 或者你之后做很多的金融 你希望令到企业 可以透过金融去做一些 Leveraging的东西 融资的渠道 其实所有的成本都会贵了 所以其实我希望 我希望这个消息 就是只不过是为了 耶伶琳来之前 拿来摆大一点点注码 拿来吓你 吓你 吓你 令到可以大家聊天的空间 大了 就不是再扯得太厉害 就是关系不是扯得那么僵 因为其实现在 我相信大家有一种憧憬 就是不要再恶化下去了 是的 因为其实就看到 过去这几年 大家看到那个分野 就是那个分野 来自于香港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上面的分野 其实我估计大家 就不太想再有那么多的角力 因为其实现在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trigger了反而 原本可能西方国家 不是没有想过 只不过过去这几年 真是trigger了 他们一种想法就是 喂我们是不是都要想 一些backup plan 甚至由backup plan 变成一个主打的线路 例如他们会 跟印度做得更加友好的关系 如果你说 某程度上 真是曾经中国有个位 做得挺好的 就是打算做弯道超车 就做了 买了很多矿产 但是这几年 如果我们看看 很多不同的收购 其实反而是令到西方国家 急了去跟 例如澳洲这些地方 去拉回友好关系 甚至东南亚市场的 马来西亚这些 其实某程度上 是将原本自己的优势 提了给别人听 喂你要跟我去 更加做一个 分一杯羹 或者去做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位置 今天不说那么远 但是这些位置 所以我希望 不要说这是反正的事情 重新错断 真是纯粹打一下 做一个bob就算了 好 很快 很简单 直白地问个问题 比如中美关系 相关的股份 你会建议大家 都可以少住买一下 还是这么波动 或者看不透的时候 不如不要碰 其实 因为坦白说 如果用分布的角度去看 如果说中美关系 你选择受惠者 就好过去哪一个 哪一个有机会 因为在这一个角力里面 可以反赢上来的 反而受惠 举例 不要这么敏 一定要说中国上市 还是美国上市的股份 其中一个最受惠 令到那些钱不断去的 其中一个就是印度市场 是的 其实 刚才说到的 澳洲的抗产 都是其中一些受惠的板块 可能我们想的 虽然这个题目 或者一些问题 很多时候就提着中美 这两个字 但是 纵使你不一定要 在一个战线里面找东西 你可以反而在 旁边在吃花生的国家 原来受惠了 这些都可以是一种概念 但是 不是 我喜欢刺激一点 喜欢在里面 找一些难度度高一点的 无可厚非 你现在会看到 有些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就是大家原本想着 举例 就是美国有些上市公司 原本想着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现在可能 人家已经创新高 是的 这个就变成 如果你在中港市场上面去选 反而真的可能 去选一些 跟内需自己相关一些 跟外面 不是那么大关系的事情 去想 是的 但是 因为一提到 内需这些字 大家又感受到 就是 突然间内需消费力弱 是的 你现在变成 就是反而 我会觉得 好像最不关事 就是 不关供应链事上面的东西 不如 其实 可以继续发展向外围打的 其实你反而 比亚迪 比亚迪 这些可能 听上去很不关事的东西 但是 反而可能 这些大家反而 叫做 在中美角力里面 大家觉得 安全一点的 标的脈 甚至 其实可以叫做 就是 怎样都可以牵涉到外围的资金 但是 例如 你就算想Lenovo 这些992 其实 都叫做 勉强吃到外面的题材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去到 很大的角力关系呢 就是 他们会有这些风险 怎样都会有这些风险 但是 有没有现在的任何的制裁 对他们 已经要 抓到他们很大的业务呢 就不是泰国的 就是 这些唯有在中港市场上面 是找这些方向 直至到 我们自己的经济动力回来 Fund flow肯回来 到时就多了很多东西 就不是要 那麽挑剔地在这里挑剔东西 好 你刚才说到的内需版块 我们也有朋友问的 我们稍后广告回来问 我们现在看看ET的股股推介 今天《经济日报》 就建议大家留意 葵程9961 简选原因是 暑假的档期就来临 战常平台预测 今年暑假旅游市场热度 有望全年超过2019年的同期 潜在利好旅游平台股今季的表现 包括葵程 高盛说到 葵程通过提高低线城市的滲透率 和生产品内容策略 今年以收入计 是使占率预料会升到67% 抛离对手同情的19% 而且 海外业务得益 边境重开 重新开放 葵根士丹利就说到 葵程今年下半年 去到明年的增长能见度高 公司重夺国内市场份额 较高利润率的出境旅游需求释放 而国际扩张空间仍然大 广播综合劝商预测 葵程今年经调整盈利增长5.1倍 春年增28% 策略上 葵程收报275.4% 考虑到近期大市偏弱 可以抠268元以下分住收集 上方阻力先提300元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别走 上集讲到大湾区置业前景和楼价走势 今集理财要贴地 继续有大湾区置业顾问陈沛宇 Samantha 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置业涉及什么费用 和怎么做按揭 ESG强积金 ESG强积金现在就只有环球股票类 未来10月会有行指和债券类的ESG强积金选 选ESG强积金有什么要注意 不同种类的ESG强积金又应该怎么选呢 今集退休职门分 强积金专家梁世杰带你一探究竟 2020年疫情是弱 但是有香港品牌偏偏在这个时候 开实体店和网店 除了贪积金便宜 亦都相信本土元素的设计有市场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D才智Talk 今天请来Tommy聊天 Tommy 你好 是啊Debbie 你好 大家好 很久没有见你了 年头1月的时候和我们把过脈 上半年的方向 这次来就很简单了 下半年怎么玩 是的 是的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流行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进在ET才智Talk 回来节目时间 我们看看雄子的最新情况 刚刚低开270点之后 现在跌幅稍为收窄 跌210点 不过还未上回到190点 最新报18,899点 跌幅1%左右 国企指数跌93点 跌幅1.4% 亦是跑输大市 最新报6,396点 科技股指数跌幅收窄 跌幅4,000点 最新报4,011点 跌5点 積货月期指跌78点 好 那我们看看消息相关股份 我们待会看吧 好 我们先回答观众朋友的问题 有些朋友很早进入问题 他们都等得很心急 我体谅他们 所以我们先回答问题 叫Andy出来 好 Alan Ting 他有两个美股问题想问 这两个我也很想问 第一个就是问Tesla 他说他上星期就加了仓Tesla 第二季业绩的利润率 可否借着理价下跌有所反弹呢 那先回答Tesla 整体来说 我觉得Tesla 现在 即在业绩之前 其实那个反映了很多不同的利好因素 当然你说 在大价局下 究竟理价甚至 其实大部分的RAW MATERIALS 那个成本是下跌了 所以其实我之前都有说过 其实我自己 对于第三季其中一个概念 无论究竟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有一种概念 就是叫做毛利率 就是叫做见底 甚至可以回升的 Defense是不同的公司 所以刚才Alan Ting 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认识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主线格局 但是最重要的 我认识是在未来的这个业绩期里面 究竟他能否交到一些数据 令到 例如很大的机会 其实分析员应该会更新它的目标价 但是另一个位置 就是究竟他能否带到另一些 视觉 给投资者 可以给多一些新的价值下去 是的 如果是放在车上 还是用车 因为刚才那个角度 用车的角度看得多一点 那变了 其实你说要回想上去 即是我原本 大概这两个月左右 两个多月前都被人问过 都是说 其实今次如果弹到280左右 其实都是一个很短期 应该是几个估值几贵的水平 所以当着这个水平 如果你是短线的话 就开始要想想减仓 如果中长线 我就觉得 其实现在格局开始 真的越来越明年受惠 是的 看7月19日 下个再下个星期三 去公布业绩 无理了 刚才Alan也观察到 就是割理价下跌 但其实Tesla 在期间减价 对无理率的冲击是怎样 大家7月19日 就看着这个数据 Alan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你之前也推介过 大家留意的 就是GREED GRID 它说有没有最新的更新 下半年可以继续看好呢 其实GREED 其实这一只ETF 最主要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 那个时候 如果大家相信 未来这几年是一个 新能源升级这个概念 这几个字都很久没有提 新能源升级 其实这个概念 大家会看到 是不断在走 甚至现在 由AI的业体 带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记得 其实这个Smart Grid里面 都要有很多这些概念 是的 Anyway 我不如直接说 其实我们觉得 GREED这个概念 反而随着 因为AI 令到更加多的 Infrastructure 它会容易更加受惠 虽然它叫做 听下去 这一只东西 大家的主题 是比较是 Clean Energy 那些 但其实大家叫做 有一点疼疼疼疼疼 两者都有些关系 因为当说到 AI的Infrastructure 上面 其实有时 在GREED这个ETF里面 持有的股份 都关他们的事 是的 我不如很快地说 两个更新 一就是 这段时间 GREED这个ETF 其实有机会吃正了 即美国那边 大家会看到 很多Infrastructure股品 或者概念 在升 其实因为大家在想 其实之前 现在叫做 第四年的总统周期 跟之前签了很多的法案 其实应该 无论 这两个Catalyst 底下 其实这些相关的基建股 应该会受惠 GREED里面 也有这些基建股 所以 这是其中一个Catalyst 第二个Catalyst 其实 补充一点 基建股 其实都是其中一种受惠 一个叫做 相对高通胀 但是利率开始见顶的板块 其实基建股 是受惠板块之一 是的 这个补充一点 第二点 就是关于GREED 这支ETF 里面其实也有 一些太阳能 新能源的公司 小小的更新 就是其实 这段时间 例如它头十大里面 就是Invasa 和SolarEdge 最大的问题 就是Dragdown 除了之前我们说的 那个法案 未完全很明显 令到它们受惠之外 最主要 高基数效应应该消化了 在上半年 就是消化了 大家觉得它们的销售增长 不是为止 即是 没有一个按贵 没有一个大升 其实应该已经消化了 还有毛利上的回落 其实应该 正如刚才所说的 我们自己在看硬件的毛利 反而因为那个 raw materials 已经开始 就是成本低了很多 其实毛利有机会 见底的 所以我在太阳云当中 其实这个都是 下半年其中一个题材 想想会不会 都是会受惠 一个毛利见底 再加上那个 sales growth 已经去到 股价因为回落了这么多 叫做price 就是discount了之前的factor上 好 好 刚才Alan问那两只都很重 两只都可以说中长线 Andy都看好了 可以解读吗 可以 刚才你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你就暗示大家 不如留意内需相关的股份 有一个叫做风眼的 体育用品股 昨天花旗就说 那些国际品牌 其实现在要去付串 所以他就会觉得 就会影响安达和里宁的投资前景 下调了他们的评级 但未来感觉上 就会有杭州亚运 9月就举行会利好 是的 在这两个背景之下 你会觉得 现在那些内地体育用品股 值不值得看好呢 整体来说 整个版本 这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自己的去付串的压力之外 始终暂时 由四月份 接着五日 端午节 见到消费力度 那些数据 真的不是那么强 是的 所以变了其实 这些品牌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里宁 甚至安达 这些 站在一个最尴尬的位置 你够高端 又不是最高端那些 你斗消费下降 那你又不是那些梯子 你变成中间这些 就是最没有奖励 所以我们见到 除非又是那些 你的top down 就是整个macro的层面 反过来才可以看的 才可以看很多些 但是你说 如果在这一个体育用品里面 可能我们宁愿选 间接一点的 就是新州的 是的 当然大家看着 Nike的几份业绩 那些 未必那么开胃的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 新州原本 过去的年纪 其实真的反映了 很多negative factors 在那里 以及继续估值 开始吸引一些 那我们纯粹想拼拼 一样东西 就是又是那样东西 毛利见底 会不会可以 令到它有一个 估值版法 如果真的要在这个版法里面 选择 反而宁愿选择 新州 好 收到 新州2313 大家如果有兴趣 留意这个内地体育用品版块 都可以看看 好 我们和大家说一说 指数最新情况 现在跌幅正在收窄 最新跌至177点 越来越接近190点 最新18,933点 跌幅少于1% 国企指数跌近79点 跌幅1.2% 跌幅1.2% 6,411点 科技股指数 现在先跌后升 反弹 去4,000点流上 4,028点 做好了 跑赢大市 積货月期指18,978点 高水40几点 和大家跟进几只 有消息股份 最新情况 好 我开图给大家看看 小鹏汽车 预计下半年的交付量 将会大幅增长 小鹏汽车的管理层 新推出的G6 已经收到大量订单 相信有了第三季的月销量 增加到1万5千架 这个数据 比起5月份和6月份 有超过一倍的增长 小鹏的股价今早就逆市做好 升5% 到57.9毫半的水平 升2.8毫半 另外两只 长城和广汽车都有最新的汽车销量 长城 按月销售升了3% 股价现在升1% 广汽车销量 按年增长0.8% 这就是广汽车销量 现在股价也能够逆市做好 升3先 到4.9毫半 1778彩生活 就是物馆公司 集团2021年 按年增长0.9毫半 倒退96% 到1700万左右 到2022年 就是回升的 按年上升了77% 不建议派息 今早大升17% 到7.3毫半的水平 另外华晨中国 1114 建议派这个特别股息 每股最少是96先 现在股价也在弹升1.4 到3.7毫半的水平 好 节目完结前 提提大家今晚有什么需要留意的 今晚美国会有NBA抵押贷款数据公布 另外首次申请失业及制人数 以及ADP就业数据的变动 另外还有一个服务业PMI中值 以及ISMV制造业指数的公布 好 先叫Andy出来 今早就多谢利达基金的 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 兼首席投资策略师王耀忠Andy 陪大家一起开市 给大家一个很丰富的节目内容 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个人试试了 好 谢谢你 我们明早有中微正圈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和红艾尔Irene 陪你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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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